民国100年3月24号 当年的立法委员陈根德、杨丽环以及郭荣宗 邀集了负责桃园捷运计划的相关单位进行简报 了解当时的桃园捷运绿械开发计划 在交通铺审议过关之后 已经送到了行政院等待核定经费 当年考量到桃园捷运可连接机场到大台北地区 除了贯穿桃园市区到机场的绿线之外 地方上当时也反映 应该要评估如何将桃园到桃园的综线 延伸到台北捷运新庄线的可行性 另外当年桃园交通局也为了配合预定通车的台北捷运新庄线 规划从回龙京桃园到桃园的台一线路廊 期盼借由公车串联捷运 培养民众搭乘捷运的习惯 记者综合报导